自从绝地球升上线了新枪QBZ95之后,能看出蓝洞对于咱们中国玩家的讨好态度,而在当初的宣传片里,除了QBZ95之外, 还有一款一中国88式狙击步枪,为原型的QBU88式狙击步枪,这款QBU的关注度在当时可是要比QBZ95还要高的,但是随着随间的推移,新地图到现在开放了,也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,蓝洞公司对于QBU这把枪的研发却一直没有出现过爆料, 这也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玩家对这把枪失去了兴趣,不过最近,却有小伙伴在游戏当中发现了,关于QBU这把狙击枪的最新信息, 就是在咱们游戏当中的狙击枪扩容但加上内容的描述,从图片上可以看出狙击枪扩容可安装的枪械上,多了一个QBU存在,估计这一点很多小伙伴应该都没有留意过, 毕竟现在代价扩容已经可以通用了,直击枪扩容的存在感是越来越低了,由此,游戏日报小的外推断出这款最新的QBU应该会在近期上线, 而且上线的日子很有可能在7月25日左右,原因想必不用多说大家应该都能理解,就是PGI全球邀请赛的开战之日,那一天应该是全球绝地求生玩家最为关注的一点, 无论是从热度还是人气质都应该是可以达得巅峰状态,如果刺史蓝洞公司再特意发布出新枪QBU的上线,你估计是个怎样的场面? 校外有些想象不到,而且最重要的,一点是,这款QBU可是我们中国的枪鞋,它要一旦上线AWM的时代,就要被无情终结, 推出历史舞台了,绝地求生这款游戏已经伴随了我们有一年之久了,虽然中间发生过太多不好的事情,但也留给了我们不少的回忆和美好, 希望这款游戏能够继续被玩家们所热爱,也希望科技大佬们收拾手,毕竟这也算荣辱与共啊,各位小伙伴对此有什么看法? 期待新枪QBU88吗?日常文章,2018年7月15日07,01,2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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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